哈嘍各位符文大帝傳說的玩家 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一套我很喜歡的牌組哦 就是伊澤瑞爾和逆命的牌組啦 那伊澤瑞爾呢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升級之後的版本哦 升級之後呢 只要釋放法術對敵方主堡 就可以造成兩點的傷害哦 所以我們這一套呢 放了非常多的法術哦 那前期呢就是靠著這個 逆命超強的效果 他只要出牌 就可以打出一張命運卡牌 我們可以做AOE或者是抽牌 甚至是集運最強的敵軍單位哦 那前期呢 就是靠著很多的這個指定的法術哦 來讓我們的伊澤瑞爾趕快升級哦 五方只要指定八個以上敵軍單位 為法術或技能目標 他就會升級啊 那升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靠著這個 重量級呼碰 升出的蘑菇雲哦 因為他是極速的 我們一發動了 我們馬上一折瑞爾就可以造成對方兩點的傷害 就用這個方式 把對方直接一回合秒掉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實戰影片吧 好的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實戰的片段哦 那我們這一場遇到 逆命還有菲斯哦 那起手呢 我們把高費的卡片給避換掉 那剩下剛好都是低費的卡片運氣不錯 但是因為前期沒有抽到怪獸 所以只能一直挨打哦 幸好呢 我們有秘速射擊可以解掉他的怪獸啦 那因為前期有非常多指定的卡片 解掉對方的怪獸 能讓我們一折瑞爾一直 一直的觸發升級的條件哦 那對方呢 是一個偷牌的牌組哦 一直偷我牌 真的是非常的可惡哦 好 我們這邊 直接 把他給解掉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左下角一折瑞爾 一直有升級的 圖示哦 代表他正在醞釀自己的力量 好 那我們這邊 是費的一個過渡期 有一張 是費22的這一隻怪獸 我覺得還不錯 好 我們 幾乎前期都是一直使用 把數來解對方的怪獸 好 對方這時候飛斯出來了 算是一個比較難纏的 英雄哦 那我們也 不妨多然直接 使用匿命的紅色卡牌 一個AOE直接解掉啦 那 大家都知道 菲斯是可以反制 指定卡片的 但是因為匿命的紅色卡牌是 範圍的 所以對方無法反制哦 好 那這時候感覺有點危險了 那我們還是 拿怪獸去打哦 吃了不少傷害 好 繼續使用槍火談判 解掉對方的怪獸 那我們的 一折瑞爾一直在升級哦 好 這邊 我們直接使用法術 解掉對方的怪獸 那對方 下了一張 E4哦 這張卡非常的強 馬上的把它解掉 結果又出來了 哇 拉拔的機器人 真的是 目前 蠻強的卡片哦 因為 他 有被增強了 OK 我們終於抽到一折瑞爾 那大家看到他發光哦 代表說他已經升級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召喚 一折瑞爾 升級之後的一折瑞爾 爆發力非常強哦 在這邊呢 我已經默默的在心裡 覺得 嗯 應該是贏了哦 呵呵 好 這邊一折瑞爾 因為是隱密 所以對方無法 折擋 我們打擊對方主寶直接 免費 升出一張 秘術射擊哦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對主寶 造成兩點傷害 那使用法術之後 還會額外造成兩點傷害 所以對方總共扣了4點啊 好 這邊我們的重量級 呼喊 我們的 主角來了 他生成的 這個 蘑菇呢 可以馬上讓我們再追加兩點傷害 直接發動兩張 哇 直接把對方生命打到剩4點 非常恐怖的傷害哦 對方呢又抽到蘑菇 已經剩下兩點的生命了 這時候對方貼了貼圖感覺 啊自己好像要輸了 那我們最後呢 再使用一張極速的法術 觸發一折瑞爾的 這個兩點傷害的效果 那剛好 又 湊齊這個 combo 命抽到一定數量的卡片 就會升級啊 那最後一個完美的收尾哦 這一套我覺得 非常的有趣介紹給大家看啊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歡迎一起來玩哦 別告訴我今天與人間 我的心意它得到多些 沒有你的畫面 想說在腦裡面一直不會變